一千名香港消防员游行争取将每周工时由54小时缩减至48小时 又不瞒政府提出的三部政策认为会影响对市民的服务 今天上午香港近千名消防员早上由湾仔游行至新政府总部 争取每周工作由54个小时减至48小时 由于消防员游行期间正值大火灾 消防员方面特别强调参加游行的都是休假消防员 且为火灾死难者莫哀 香港消防处职工总会副主席谢守龙表示 向政府递交缩减工时意证书已经超过两个月 当局仍没有就他们的诉求安排磋商 又不满政府提出的三部政策 政府其实有一个有因告诉我们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缩减工时 在这个三不情况之下不加人不加钱 不可以降低服务 它有一个情况就是会将夜晚我们的人手编借缩 我们知道危机性在夜晚是很严重的 其实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是否备了一件事 到前则有官员表示 要缩减工时就要减少夜班车辆和人手 他认为做法不恰当 应该增加人手达成缩减工时的目标 花样卫视罗叶明梁伟雄香港报道